进去看一下大盘的表现 还有收利股票的一种表现 很不幸的是 昨天我好像又踩了一个大雷 最近呢 我接着连三的这个踩雷 或许这对于这样的一种 呈现的成整股的投资来说 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要做这种呈现投资 赚这种超额收益 它应该是一个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因为有可能就是 你只做波段的话 只能一段一段的去做 但是整体下来 你收益可能都会有那么的一个 赚取超我的收益 而且波段的话 那种方式我也尝试了 也有了一种比较稳定的收益 但是呢 我想就是能更进一步的 把它这样的一个收益给放大 我总是听说别的一种成整 成整 怎么个成整 成整的话 那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 它是有一种曲折 比如说前几个季度都发展很好 然后这季度出了点问题 问题之后 怎么去看这些公司解决它所面临的这个问题 我想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你陪着它这种解决这样的面临的问题的之后 包括它来一种扭转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不利的局面 然后再这样的去成长下来 这相当于是一个微笑的一种曲线的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说我一个是没有避开这个财报 手里面所有的持股 包括我想去做一些成整股的那些股票 我就要去把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而不是就是说我为了怕这个踩雷 或者说感觉到它可能不怎么样 我去乱拆 然后就是说我刻意去避开它的这个财报 因此呢 我就是说现在的那种方式 我想真的去看一看 它这种方式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方式 我怎么去摸索它 好 那我们继续去看一下 呃里面的一个大盘情况和对应的股票 怎么个踩雷 然后以及哪些表现比较好 我具体去看一看 首先纳斯达克应该是肯定是有一个回调嘛 然后随着这样的一个这边的一个放量 然后它不涨 然后然后这又有一个下降的一个根损 可能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的一个过程 这个都是在预期之内 但是这个的话没有关系啊 在我看来 手里面好的这种成长股 或者这种股票的话 它应该是能必须的去抵挡 这样的一种大盘的一种下跌 大盘下跌要来之后 它也跟着下跌 同时呢 它也要大盘一旦有反弹 那时候它继续去有一个向上的反弹啊 这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整体上这个顶和底 这样的一个星对的过程 它是能自己做好的啊 我现在的一个技术 这个水平的话判断顶 呃差不多是罢究不理事 但是这样你判断好的话 有可能会存在一个偏差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你判断这一天可能是一个顶 但是呢 它不是它往后退迟了两天 它才最终开始真正的一个下跌啊 所以说这个两天的一个收益 有可能就会超过你前面一个月的那些 等待赚取的一个收益 因此呢我觉得这种猜这种顶或者底的话 嗯 它还是有那种挺大的 不可摸索的概率一个问题 所以说 嗯 我这也是我想做这种成城谷的一个原因 成城谷的做得好的话 我对它这种公司的模式 还有生意模式的一种理解 又会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呃其他的一个指数 比如说罗素 罗素呢 也有了这样一种回调的一个过程 但是相对可能还有收上去了 比那个拉斯达克稍微好点 因为毕竟它盘整了又好好久了 啊 有经济块也一年了 然后这更加速 它没道理就马上结束啊 我们就看一下这回调之后 能不能到这个位置吧 然后它再继续往上去走啊 这样都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过程 如果到这个位置的话 然后继续去走的话 我们也要在这里 我去会有一个做多的一个考虑 呃标普的话 也随在那个问题啊 也都是有这样一种回调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你肯定那个位置 你如果也放在这里的话 那也会跌的非常的多 所以说呃 如果说做技术的 这这一块应该就先去跑掉了啊 然后我在这里买入的话 到这位置啊 今天我主要不过多的去探讨技术的问题 我想反思的是 嗯 我一次又一次的碰上这样一种 踩雷的这样情况发生 那么我想那我应该怎么去应对啊 这是我真的我心面临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问题啊 其他的这些股票的话 暂时元宇宙这样的话 他可能还没有炒作结束啊 但是也没有真正的去爆发啊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有个很长时间的一种盘整和过程 包括这样的都是 应该是一个大杂烩 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啊 然后做芯片的也往里装 做一个3D设计的 然后做一个NFT 呃等等的这样全都往里面去装 所以说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然后因为做元宇宙那就是长线啊 短线的话可能是爆发力也不够 呃那么我们来来到这个那个最重的一种upset 这样一个点位上 因为从之前那个开始的话 嗯他这里是有了一个过程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冲上去在400左右的一个位置 然后到到下面一直他他开始这样的一个回调 回调了之后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到此为止 你就他这横行就结束了啊 这是不好说的 所以说呃如果要是看技术的话 应该是我当时说那个到在这块的时候附近啊 都应该去跑掉了啊 但是我想的是去尝试一下 这样的一个波段的操约 呃就是判断他是一个成长股的这样一种局势和操作 啊那么就分批的去在这里建了仓嘛 啊在这里我建了一部分啊 差不多是三百三左右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现在的话 他盘后他好像是跌到了247左右的一个位置 他已经一下子来到这里 也就是说一段两段 他如果常常再回到150左右的位置的话 那对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他又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啊 对你能够把握这支股票的一个属性 包括他后面经济发展的一个判断 以及他的一个生业模式 比如说他放这个贷款的一个客户增长 是否有更多的持续 那是一个新的考验 因此呢 我现在就是 虽然我挺看好 但是呢 我我对他的这种判断 或者说给出的一个预期啊 我觉得他应该还有增长空间 因为他现在是不断的在拓展一些汽车呀 包括一些逢产等等 这样一个贷款的这个模式啊 所以说我我对他的一个判断 暂时我先维持我的看法啊 他只是就是说成整过程中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挫折 或者说一个波折吧 我想看看后面他的一种表现 因此呢 我在这个位置 我当然我是继续持有啊 虽然我是330左右的这个位置买入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财宝好了这样的 像医美这种的 他在技术这个形态上 他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种 到顶的生不去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说我就继续持有一下啊 过100我觉得应该是位置不大 然后其他的3D打亿等等这些都都还是 感觉火候没有真正的到来啊 商品这个我是一直我在加仓啊 然后后面的话他走势还不错 我还会继续加仓 我觉得他是一个还是挺有潜力的一个公司 我会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加仓的一个挫折 那么随着他的一个上涨 我会把他的一个位置继续去往上去 往上面去推移 也就是说我在这边加了一个仓 然后这边加了一仓 然后这边又加了一个仓啊 三次了啊 然后现在的话 随着他的一个上涨 或者说回调再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会分批去操作 未来这个公司的话 嗯 他是已经又有了一个这样的 太好的一种下跌啊 所以说暂时作为呈现去持有吧 如果能再重新随着大盘 再回到35左右的位置 那么又是一个好的 对我来说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啊 像AMD呢 短期暂时可以就是说 如果接下来他会要继续往下去走的话 可以 如果作为技术手段来说啊 可以去走一部分了 但是作为呈现我会 嗯 随着他有一个这样的回调 我会去加仓 然后去操作 因为你你不确定他是回调一天 他继续往上去爆发 还是回调两天去爆发 你只能就是说呃 采用了一种方式之后 你就要去忍受另外一种的一个不足啊 我当时在这里上的车嘛啊 122 然后上完车之后 他也一路就上来了啊 上来到现在的148啊 这一段的波段呢 我我觉得我操作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但是我对这个收益呢 我不是太满意啊 所以说 还用了这样方式 你像Coin这个也是 这个的话 他是发布台报之后 也有了一个这样的下跌啊 但是虽然我是作为这样的一种成长的 一种判断 我就想看看他的管理层 对这个发展一个业绩等等 这各方面的一个去表现吗 我还是会去拿着啊 我是在300左右建立层 差不多现在还会又跌回来这个位置 像其他的一些 srsofi的这个股票的话 他现在呃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啊 然后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表现吧 已经到这个位置吧 那继续把这个位置往上去调吧啊 然后在这个区间这里波动 然后看看能不能继续往上去走 哎 anyway 哎 这个也是属于我画的这个区间上 然后在市面区暂时有了一个 这样的一种站位的一个操作 继续看看后面的表现怎么样吧 如果能真正的表现上去拉一波 我可能就会去走掉了 这是一个波段的一个这样的操作 n4这只股票的话 他的表现我是在65的时候 我反复去做了一个这样的波段 因为我还有CRWD等等这样的股票 然后昨天是在71左右的时候 我卖到了 但是没想到他后面又拉上去了 也不过没关系 后面如果有回踩的话 能站位 我也是会考虑再一次的做一些波段 我去底层当然是没有动的 我们继续去看看他的表象 CRWD 然后他又去又站上来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内容 他当时还是被下调了一个评级 为什么就是我记得当时说的是他面对的 S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 华尔街又怎么了 看好这个预期了 然后他又完蛋了 这个崩盘的理论也是有 但是你看现在他也去 从而有了这样一个盛冲的 冲上来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对于华尔街的一种 说我要下调平级 我要干嘛干嘛 我现在是磕磕一笑 我还是个星期我自己的判断 我自己的判断 起码我做错了 我怨不得别人 如果说我是单纯听华尔街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我会恨死我自己了 所以说这是我基于自己的看法判断 做出一个结论 这个横空的 如果因为那个疫苗 真的说可服是起效特别大 那么横空是一个利好 如果就算他的疫苗的效率 真不那么高 然后随着大家的那个疫情 那个接触程度 包括一个调整程度 还有这样一个适量程度 慢慢的各国去放开这个郭媒的话 我相信他还会是有一个 这样比较扎实的上涨 因为他这么那个跳空缺口 他现在一直处于在上面 去有一个盘整 那我们就是最坏的结果 就是我这个区间 然后他就是调整的一个节奏了 或者说一个时间更长一些 股票的话 如果能技术角度 那无论就是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空间 时间就是你耗的时间多久 或者说你买完了之后 多久能上去 空间就是你买完了之后 从哪能整到哪 这是一个 就是这两个相对比较好判断一些 最难的就是我说的一个整整 我现在真的是完全在摸索 如果大家有好的一种体会 或者说好的经验看法 可以继续与我多交流 AFIM当然我觉得不出意外 他应该也是被这个财报带下来的 被那个 FPSET的财报 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种公司都是你刚过了钱高 然后又被砸下来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 有点太急了 已经这种事 我觉得可能会砸一下 然后再慢慢的往上 这是我的一个推断 毕竟先买后付这个概念 刚刚起来 那没道理就直接就被干掉了 毕竟他包括和加码区等等 这样的一个合作 也才刚刚才几个月 也就才一个多月 然后如果说你这样 就数据也没有数据出来 马上就不合作了 觉得也不现实 所以说需要至少一个季度 更长的一个观察 如果说下个季度 它会产生很不好的一种数据 或者效果的话 那我需要对他这个公司 或者说这种生意模式 在国外的一个判断 我才会有一个更深刻的 用认识或者判断 因为我们国内的话 我这个先买后付 那不就是一个领首付吗 这样的事情 国内的话 我们是已经发展很成熟 已经做过 包括京东 包括花呗 你都可以就是说 什么2447 对你不管等等 这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概念 然后当然 逾期还款 等等这些问题的话 国内当然可能 他有了他这种金融机 没有详细披露 但是国外的话 如果说能对财报上 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的话 那么我会到时候 再对他起行一个 跟踪的一个 毫无例外 那么PLTR 发展确实是不如我想的那么好 因为他这个政府占比 包括他的生意占比等等 还是不是足够好 但是我们就理这个30块钱 就差也这么一步之遥了 然后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 这样逃走的一个机会吧 但是我这样维持我的一个看法 特斯拉呢 我昨天是在1080的时候 我戳掉了 当然现在手里还有 我想在他要是能够变回到 把球摆这个位置的话 能有个更好的一个加仓机会吧 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啊 我这车还是我的希望 但是他不一定能跌到这儿啊 我们去看一看啊 好多人 但是特斯拉还没有就是没有上车啊 这个是一个如果到这儿来 可能他稍微先省了一点啊 因为他免不了这样一个很长的 消化他这段的涨幅啊 这个是肯定有 其他的SPCE 也是发了一个财报啊 说是有一个订单了 但是呢 他的一个发射日期呢 也是没有提前啊 还是在2022年的一个市集 因此呢 短期 我想但是没有什么消啊 你包括FUBO等等这样 他都还是处于这样的 在这个位置区间之内 没有脱离这个区间 凡是没有脱离 真正的一个这个区间的话 他都极有可能会再次 重新下探这个位置啊 这个是真很有可能的 TLO的表现呢啊 昨天我记得他好像是有一个 跑到51的位置 后来被大牌摆下来了啊 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这股票 他要有点启动的意思了啊 那么ABS Oper这个我就暂时先不碰了 我删掉吧 然后房地产啊 这个其他的S&P呢 当然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了 去调整啊 至少一个季度吧啊 我那边那边说掉说到的 整体上来说就是这样啊 技术方面呢 我的操作波段啊 是整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只要止水各方面 呃 长远来看我的一个 对于成人谷的判断呢 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啊 今天总而言之 就是说的这么个意思啊 以上的一个分析和看法 仅仅是我自己 我去在做的一个反思 我这个持仓的一种交流 好也坏啊 好也好 坏也坏啊 这是一个我很真实的 一种仓位的一个交流啊 所以说大家有对这种 长远古的一个财报方面 或者说对他一个逻辑的 一个判断方面 有更好的看法 可以继续与我交流 我们相互交流 我不复它 人 服 。 是 大家 Cow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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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